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月翰牧区的家境 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内向安静的人 国小的时候在学校几乎是不讲话 到国中的时候开始自我否定 然后讨厌自己这么内向的性格 我们家有四个孩子 前面三个是女生 最后一个是弟弟 我是排行老二 长大后因为性格的关系 我跟我的先生也是别人介绍认识的 那我是高雄人嫁到台南来 婚姻生活平静 后来也生了两个孩子 哥哥是96年出生的 那妹妹是100年出生 在103年初的时候 我的先生突然主动卖玻璃 就是被救护车送到新楼医院 那后来他被转送到那个城大医院 检查之后呢 就进手术室开刀 那在开刀一半的时候 医生就跟我们说 他的心脏不会自行跳动 那时候我们家是传统信仰 那只有我先生的二姐 他是一个基督徒 那时候他在医院陪我 那他就带着我祷告 那开完刀之后呢 我先生他就装着心肺液克膜 住进加护病房 那后来因为脑出血 所以他就一直昏迷不醒 然后也没有办法自主呼吸 那我们去加护病房探视的时候呢 会在里面唱诗歌 然后念主导文 然后后面会念圣经给他听 那他在加护病房住了四个月 在我先生住院的这段期间里面 就会有教会的弟兄姐妹 然后到我们家里来做家庭礼拜 然后来关心我们 也让我们看到神的爱在这当中 那时候我的公公 因为之前的救急越来越严重 所以那时候在二月的时候就过世了 那我的先生也在五月的时候就走了 所以那时候一下子失去两个亲人 其实对我们家人是很大的打击 那真的也很难接受 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 后来我们就进到教会 进了教会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爱 才知道神的爱使我们可以去爱别人 那刚进教会的时候 有很多的姐妹跟我说 你要把你的重担卸下 放在神的面前交托给神 但是那时候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然后总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好像没有人可以帮我 但是在我越来越认识神之后 我才知道神是全知全能的神 也才真的可以将我的重担卸下 交在神的手中 也感谢神安慰我的心 那在我不知道前面的路 该怎么走的时候 他为我开了一条认识他的道路 使我走在其中可以喜乐平安 我也在103年的11月受洗 后来也参与了教会的服事 加入圣诞剧团 也加入幼儿主日学 其实我是很怕站在众人面前的 虽然对上是小朋友 我也是很紧张 但是神使我改变了很多 我也在服事中很喜乐 说是服事神 其实我得到的却是更多 那在110年的6月的时候开始呢 我就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 于是7月的时候就去医院看诊 那医生就诊断 疑似是白血病 那要抽骨髓检查 于是我转诊到城大医院去 然后当时听到白血病 其实感觉是很害怕很难过 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我最害怕的是 我的两个小孩可能没办法接受 就是妈妈也要离开他们 于是我就向神祷告 祈求神帮助我 然后感谢神 我得的是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是不用换骨髓 但是就是要打化疗药剂治疗 于是我就先住院一个月 每天要打药 打了几天之后 就药物过敏 然后就是全身长红症 然后又水肿 然后连我的肺都积水 不能躺平睡觉 因为会呼吸困难 那虽然有苦难 但是我跟神祷告的时候 心里是平安的 那我在111年的4月中 就完成了治疗 那我治疗完之后呢 就回到幼主服事 然后在9月份的时候 也加入了教会剧团的排练 然后11月底就跟着剧团 一起到处去学校表演 那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回到正常的生活的时候 我却在12月的时候检查出乳癌 确诊乳癌后不是害怕 而是伤心 难过 然后更多的是不理解 我不理解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发生在我的身上 然后我也没有向神祷告 反而问神说为什么 甚至抱怨神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那时候意志非常消沉 后来神突然给我一句话 给我一个意念说 我们常常在唱诗歌的时候 或是在祷告的时候 都跟神说 神啊我愿意将我的全心全人都交给你 都献给你 为什么一个病魔就把你打败了呢 所以那时候我的心结就解开了 我不再问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神要帮助我 我们人真的很软弱 神医治了我的白血病 这么大的恩典在眼前 但是检查出乳癌的时候 还是会抱怨 但是神的爱呢 是慈爱的 神是用祂的话语来安慰我 也让我及早发现 可以及早治疗 那化疗的过程非常的辛苦 就是吃不下 睡不好 然后一直想吐 那我比较严重的是 我的手跟脚 有出现肿胀 还有溃烂的伤口 那后来去医院回诊也都要做轮椅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平常理所当然能做的事都是神的恩典 在第五次化疗完之后 身体就有点发烧 那我就祷告神 希望神让我不要发烧 可以赶快把第六次的化疗做完 那做完之后 我就可以休息 慢慢的调养身体 但是我还是发烧了 医生说超过38.5度就要去急诊 于是我就去住院住了十天 那感谢神 祂是看顾我们的神 我在第五次化疗完之后 几乎是吃不下东西 然后住院的这十天 刚好让我可以休息 然后比较可以吃得下 然后脚上的伤口也得到照顾 神的意念 高够人的意念 所以我们所求所想的是我们自己所想的 但不一定是对我们是最好的 但是神成就的却是对我们最好的 因为神是爱我们的神 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节就说 连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 那在世人的眼中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似乎是没有平安的 但在神的里面 心里有真正的平安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神可以依靠 有神的安慰和帮助 才能使我在心里有真平安 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七节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人生如戏 有时候比电视剧还要坎坷 还要精彩 感谢神让我认识他 所以在生病的时候 可以依靠神 现在也能有喜乐和平安 我的分享对他的别人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